我们做节目前有人跟我说 说有一句话一定要问马龙 说他有一个称号 是他有的粉丝称他为奶龙 当时我说什么意思 奶两个字 是这么个字 说你皮肤保养得很好 一般运动员很少有你这么好皮肤的 你这跟做了美容似的 有什么秘诀 运动员主要还是运动 多流汗多运动 我觉得还是促进身体这种代谢 我觉得非常重要 同时可能也需要保持一个良好心态 我觉得能够积极一点 我觉得对于这种美容方面 可能是最好的美容这种方式 我觉得您也还可以 您平时有什么健身吗 我现在刚刚 我本来去到我们家门口 有个特别好的健身俱乐部 我要去买卡 我去了以后 他们领导一见我 就说既然你来了 我这个不能让你买 我送你一个 其实我特别愿意买 为什么 买来的特别愿意用 如果送的 有时候就犯懒 然后人送我的 你想我们这有几年没见 这些日子里 你又拿了多少个世界冠军 我真不清楚了 自己也并没有去数 但更重要一点是 现在自己比过去的自己更强更棒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确实值得肯定的 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打球 乒乓球是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会打 我认为我们小时候比现在更为普及 现在是你要是想打乒乓球 你可能要经过训练干什么都要投入 我们那时候在部队院里到处都是水泥器的台子 随时下楼就可以打 但是也没有人管 就是属于这种 按照你们肯定是看不上我们了 就打野球 但是它那个乐趣是一样的 然后由于我们是属于打野球的 就那状态极不稳定 就极不稳定 打球的时候可能是今天特别顺 怎么打都有 然后就赢了 赢了以后就高兴 这种高兴 我想不打球的人是很难体会到那种高兴 就人在竞争当中的那种兴奋 赢了以后回来吹牛 你们可能我不知道 你们可能不吹牛 我们出来都会吹牛的 说打成什么样 怎么就特高兴 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战胜对手那种 或者一个战胜自己 一个战胜对手那种乐趣 或者是那种成就感 是有的时候平时是很难体会的 现在我们有时候打球也会这种感觉 可能天天训练 你体会不到这种感觉 只有从比赛当中战胜对手那一刻 才能够体会到这种 之前你的训练再苦再累 那一刻你觉得是一种释放 是一种对自我的认可也好 也是一种回报也好 就是那种战胜自己 战胜对手那种乐趣 是竞技体育才会有的那种感觉 你不是刚拿的这2020国际平年的 这个联赛的总冠军 总决赛 总冠军 这太不容易了 你得冠的那一瞬间怎么表现呢 我这次夺冠的时候 就是把球拍放在短裤里 就有点像古代那种剑客一样 出完剑以后能够再别回来 因为我觉得自己挺喜欢这种历史武侠这些东西 我觉得剑客它有的时候很帅很潇洒 它可能不像人家拿刀拿那种长枪这种感觉 就是很笨重或者是很实力那种感觉 我觉得剑客比较飘逸那种感觉 自己喜欢这种风格的 词一样的感觉